問一下介大使喔 介大使那如果按照這樣 剛剛前面兩位來賓的分析就是 柯文哲其實不見得會逃不掉 對嗎 好 另外他也說 如果司法真的公平的話 那你趕快來傳訊我啊 就可以把事情做釐清了 那當然啦 其實圖利罪本來就是蠻有爭議的 你知道 可是法律上 我們在法律上他有很多要件 那其實規定還是蠻清楚的 他第一個就是說你要有主觀之犯意 這個比較難以這個認定 所以在實務上的話 他就是說他會有一些具體的案件 通常會被認為是圖利的 你看看第一個 未依招標程序之規定 比如說違法決標或圖改標單 這個廠商就是典型的圖利罪 然後呢無故洩露底價 以便廠商得標 這也是圖利罪 那對於工程進度 未確實審查而故意放水 你工程你這個中間有檢查的 那監管機關他故意放水 或明知不合法 偷工檢料 卻仁與獲驗收 或準與核銷 這是另外一種 那對於申請案不合規定 卻文奉蒙混準與過關 以圖利申請人 這些都是蒙混 就不合規定蒙混 你讓他過關 那未依相關作業程序 作業程序違法核發補助款 這是第五種 第六種 其他裁量權之逾越 濫用或怠惰 以圖利自己或他人之情勢者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現在這個案子 比如金華城這個案子 其實金華城他是 他是申請這個 他是等於說是 這種陳情案 對 他認為過去的第一次的時候 把他的那個容積率 把他做合得太低了 那第二次他希望能夠提高 那所以就變成來討論 那這個討論過程 這個柯P的講法 其實是蠻有力的 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委員會的決策過程 而且每個委員都同意 對 那這案子才會過 那麼 他說如果司法公平要傳訊就傳訊我 我很快把這個事情釐清掉 那他作為這個 等於這個會議的主席 或者說他 最後他有程序上 他要表示意見的時候 他是不是可以能一票否決呢 對 如果他一票給他否決了 他可能你要查去 你的意圖是什麼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討論過程中 所有委員 對不對 都同意 而且他大會主持人他也沒反對 大會主持人就是彭 就是他的副市長 照法定的這個會議就是他決定 他主持 那大家如果所有委員都同意的話 那 如果柯P要把這個案子擋下來的話 那才有問題 他不擋的話 那嫌疑比較小 我是這樣認為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有很多事實上 要去釐清的這個案子 沒有那麼簡單 那其實現在 我像我是小工員 我也主持過很多招標會議 現在政府的採購 哇 這個很複雜的 我跟你講你那個委員 你都還要先報準 所以你那個任何一個案子 也要採購 你要找三五個委員 有一兩個他就不合作 或者說他就這個案子 他不願意的話 那你基本上 那你這個案子就過不了 對不對 那你過不了的話 你寫簽成承辦人就不願意同意 承辦人現在都是很有法令觀念的 他不敢自己做主的 對 所以有的有的單位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民進黨政府 我知道他們這個審查委員都是自己人 都是永遠就這批人 事實上很好熟啊 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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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講好了 對不對 那講好這個過程你就比較難有這個 也有難有這個證據出現 那有時候我們我們辦這些案子 有時候也會說 哎 那我們自己都不會去講 我們會找承辦的同仁說 你跟他看看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私底下是認為這三個 這個他事實上 我們檢察官他各方面都不錯 哎 那你們考慮看看 哎 那你們決定了 當然不能我們輕易來做委員 不能讓你強迫你嘛 對不對 你自己看覺得 那有的委員比較上道 他覺得也沒錯啊 他就同意了 案就過了 要不然不過的話就是過不了啊 你不要以為權利 我今天做市長 市長也沒那個權利啊 而且這個是一個等於合議制 所以這個過程中我覺得的話 真正你如果說 這個案子要就因為他的結果 說他今天把他融積了八百四嘛 對不對 我是聽說啦 那個陳其邁啊 有放到一千多的 對不對 他有這個案子 我是聽說 這個案子我沒有時機看 我是聽另外一位台北市議員跟我講 他說 這種案子就變成就是說 你的理由很重要 你為什麼要同意給他放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理由很重要 可是問題就變成說 你必須要怎麼樣 整個的程序 要完整程序 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很重要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 現在講柯P會如何都太早 那事實上我覺得應該要更多的這些 訊息 我覺得要報導這個 把那個內情都要講出來 然後呢 最後我們社會還是大家對這些案子 做過公務員太多了 我們看 那我一看柯P這樣講 我覺得柯P講的蠻有道理 對他自己滿有利的 我搞了半天是個合意志 那你抓他幹嘛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 球體中心